大家如果有看到這段視頻 你發現你莫名其妙的在童年的時候 被一個阿嬤罵 我要跟你們道歉 真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周慧 好久不見囉 哇 睽違五年發片的周慧姐 為了呼應專輯不被遺忘的時光 不呼形象的透露出這段王室 究竟一開始的自拍是怎麼一回事 接下來解釋給大家聽 我小時候殺了一個黃 然後卻住下了一個我一輩子無法抹滅 抹滅的那個 我一輩子無法抹滅的一段 不被遺忘的時光 我就燒東西 結果自己燙傷 我不能承認是我自己燙傷自己 所以我就亂瞎掰跟我阿嬤外婆說 阿嬤 後面有兩個小朋友 她燙到我的雙刺頭 就一直哭 然後真的莫名其妙 我只是說謊 阿嬤拉著我的手 然後去到後面巷子 為什麼剛好有兩個小朋友蹲在那裡 我阿嬤就真的罵他們 罵得他們有點一頭霧水 然後就哭哭哭哭哭哭 哭著跑回家這樣子 我到現在為止 我長這麼大 我還是覺得我很對不起那兩個小男生 這段不被遺忘的時光真的是該道歉啦 不過除了找尋姊的時光外 輸於粉絲們的當然也少不了 大家一路可是用姊的歌聲陪伴的呢 而惠兒姐為了粉絲也結下了這份任務啦 這要完美消化課是不是容易啊 究竟惠兒姐會如何詮釋呢 挑戰開始啦 戳中笑點笑不停 戳中笑點笑不停 需要幫你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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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試看啦 好不好我是演雞排 會不會就這樣走 然後就接到那個戲 感覺貝姊把他都演出來 沒有麻煩就有 沒有啊 人都出 我已經入戲了 專業 專業 前面這一段不要剪掉 啊 你我約定 啊 難過的往事不許提 也答應永遠都不讓對方擔心 這樣可以嗎 OK 是誰 在敲打我窗 是誰 在撩動琴弦 那一段 被遺忘的時光 漸漸地 會伸出我心坎 哈哈 哈哈 好想好好愛你 這一句話 只能藏成秘密 關上窗外的雨 反覆觸碰你愛過的痕跡 哇 姐你別揍啊 詮釋得太好了啦 接下來的專輯宣傳時間 不給真的不行啊 不被遺忘的時光 我們現在來個開箱文 啊 這張專輯聽說賣得非常的好 多好 餐點很多各大排行榜第一名 啊咻 好美喔 姐都開心的坐到電視機裡面去了 這麼美的專輯 你能夠不收藏嗎 這是一張難以被萬華的專輯 你們一定要好好地收藏 不被遺忘的時光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浮現在我的腦海 是誰 在敲打我窗 是誰 在撩動琴弦 那歡樂的情景 那歡樂的情景 慢慢地 浮現在我的腦海